很累吗 有些 他很依赖你 是 我与他之间 就像是解不开一样 爹 哥哥 嫂嫂都走了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人是应该要向前看 那是因为前面的路上有光 但如果未来的路 是更黑的深渊呢 你还敢往前走吗 因为荣誉 有他在 他需要我 依赖我 这让我觉得 生活里还有光明在 世兄 你要我跟你离开 我不能 是因为他吗 是 也不是 你说我可以像以前一样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武怀山的小师妹 京城的小霸王 全都再也回不去了 荣誉的债我要还 是 他也会有 是 他也会有 是 是 他也会有 是 你永远是那个什么都不会 总是靠我和师父 来保护的那个小师妹 谁不想做那个什么都不会 只是被你和师父 保护的小师妹呢 我也没想到 有一天 我要在这个生过我 养过我的地方 破开一片天地 我还以为 我可以永远做那个 不懂事的何秋连 如果你已经做决定了 我尊重你 如果有一天你累了 我会帮你 但对容公子 像他这样金玉堆砌的尊贵公子 与你和我 永远不是一样的人 他只会成为 你复仇路上的软肋 我懂他 那就好 我在迅南等你的好消息 等下次你想我的时候 我会快马过来 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我真的很不放心 在我离开之前 我会送你一个 武功高强的侍女 来保护你 我不用别人保护 就答应我这个祈求吧 讲给我写信的时候 可以直接交给他 比交给其他人更保险 那好吧 你在南疆 问我忘青伞的事 那时候我被软件 没有机会解答 你在药里 加了九节 枪虫甲 确实可以抑制 忘青伞的活性 但是 它也会慢慢 损坏人的五脏 我试着写了解决的办法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